亲爱的朋友 我叫李道宏 我非常关心信徒第二代他们的信仰 我也知道你关心你孩子灵命的成长 我们学习到养育爱主的第二代 是神托付给每一个家长的责任 也是给我们的使命 我们也学习到夫妻能够有美好的婚姻关系 跟养育爱主第二代是有密切的关系 如果夫妻的关系不好 孩子的灵命很难有长进 他们也很难能够在信仰上来持守 我们一直在讲夫妻如何成为一体 而且是在心智上成为一智 所以我们在强调的是同心 这个心这个智 我们讲到彼得前书第三章 你们做丈夫的要体贴 因为你们的妻子 因为她是软弱的器皿 好叫你们在属灵上面 你们可以祷告没有阻碍 你们要按着情理 一起来同住 当然这里不但是讲的 也是影射到夫妻中的性关系 夫妻同心 彼此有贴心 体贴的心 这不但是在关系上 也牵涉进入他们的性关系 亲爱的朋友 有一句话 我常常听到我觉得是再好不过 夫妻之间在性关系上面 只有你能满足他 只有他能满足你 这是两个人的 当彼此有体贴的心 夫妻必定能够靠着神的力量 神的爱 我们在性关系上 彼此来满足 在这个同时 不但是丈夫体贴妻子 妻子彼得说 也要敬重她的丈夫 为什么呢 我想到有几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在真言 然后三十一章 我们上一次提过 当妻子能够有发挥神给她的恩赐 她的孩子 她的丈夫 在这个社区里面 就得到尊敬 这的确是男人 所谓他们的需要之意 不但是所谓的面子 而是当妻子在公众面前 然后使她的丈夫得到尊容 这个丈夫就从她的妻子 得到神预备的好处 也只有妻子能够给丈夫这样的尊容 我就想到我妻子 然后她在成长的过程里面 在她的家里面 她的姐姐中间教导一件事情 那就是绝对不在公众面前 指出我的错 然后当然并不是我没有错 而是你要指出错的话 回到家里 私下的 然后来帮助我们的配偶 来学习 来改进 同样的 我们做爸爸 做妈妈的 也绝对不在我们孩子面前 来贬低他们的爸爸 他们的妈妈 那是不但是 它的具有极大的伤害性 而且那所造来的破坏 影响到孩子对父母的尊敬 亲爱的朋友 让我们更谦卑地来学习 如何夫妻同心 能够养育爱主第二代的家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